另外但你看到22日中午在台东制航基地宿舍附近 一台托板车载于一辆压路车准备下山 但是压路车的驾驶舱太高 在一路这个一处的转弯时 是意外勾到了电线 并将两根电杆硬身拉断 而倒塌的电线杆是砸到路过的飞观座车副驾驶座 造成前挡风玻璃以及天窗整个破裂 而开车的飞观头部也被撞击 初步观察是没有外伤 但是仍被送医做进一步的检查 从画面上可以看到 整根电线杆砸在白色自小科车上 而小科车副驾驶座整个被砸凹 所幸驾驶并无明显外伤 但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将驾驶送医检查 这起意外事故发生在22日中午12点左右 一辆托板车载着压路车行进制航基地宿舍附近时 因为压路车车舱过高勾到一旁电线 造成两根电线杆被扯到 还压到路过的飞观坐车 目前到医院区要给医院去判断 因为它的头整个是被压到的 车顶压到头 这个压到的 整车顶这样压下来 那检查有没有脑震荡这样子 对 这个是最最简单 最要处理这些事情 经本分局原警到场了解 是民众驾驶大货车 沿着自航路三段由北向南行驶 因为载运的压路车车顶 在总关时拉扯到电线 导致电线感压到 对向行驶的自小客车 以致自小客车的驾驶受伤 所幸送医后并无大碍 本分局将深入了解 肇事的原因 目前该民飞官被送往医院检查 是否有其他地方受伤 而双方经过警方酒测后 酒测值结为零 而警方要将深入调查 详细肇事原因 这陈吉林台东市报道